小华家 接着前面小华 带他家小孩去看树 我们现在就要回小华家 习题五 小华家就是 我们图中的欧点 也是指角坐标系的圆点 这是小华他们家 门前有一条东西 横向公路 所以有一条东西的横向公路 那在侧的距离小华 他们家 北六十度东 什么叫北六十度东 就是 人站在这里往北看 之后再往东边 转个五十度的身体 叫做 北 北六十度 东 好 就是从北往东边转六十 这个叫做北六十度东 好 那距离是 五百公尺 有一个水塔 所以A点就是水塔 好 所以他的图画出来了 O到A 就是家里到水塔的距离是五百 然后这个角度是六十 要问什么 水塔跟公路的最近距离 水塔A到公路最近的距离就是AB这个长度 好 那我把这个图放大 把有的条件写上来 差一个条件 差什么条件 这个角如果知道 你是不是就可以算了 好 用什么算 上一系打下去算 那这个角度是多少 我们回来看 在这个指甲坐标系当中 这边 北六十度东 那代表剩下这个就是三十度 好 所以我们有角了 有边了 我们就可以来算 A B的距离是多少 好 所以Sine 三十度 不会三十度 Sine三十度 忘记吧 最短的是一 最长的是二 剩下的是更好三 所以Sine的值呢 就是二分之一 这是最最最最最常用的特别角 拜托拜托 一定要记起来 好吗 好 所以这个Sine三十度呢 就会等于AO的长度 分之AB的长度 Sine 就是这样 AO分之AB 好 那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AO是500 要求AB 太好了 我们把它交叉相乘 我写来后面哦 交叉相乘 两倍的AB长度 就等于500乘以11 可以不用写 好 再来 AB就会等于250 有单位吗 有公尺 所以我们的答案呢 就是250公尺